本期节目开始我们来讲述孟凡胜案 其实这跟上一个案件梁许东案 这是连成串的 我们在讲梁许东案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嘴孟凡胜 梁许东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又是特大黑恶势力组织的头目 可以说这起案件当年是震惊全国的 1998年8月16号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以梁许东为首的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件 梁许东等7名主要成员被判处死刑 另外还有27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这起涉黑案件 在咱们国家的法治进程史上 有着典型的意义 它是我国经过法院审理的第一起 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案件 当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的极大关注 时任国家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曾经亲自到长春市检察指导开庭前的 公诉准备工作 尽管这起案件破获得很顺利 但是留下了一个遗憾 那就是团伙中的骨干分子孟凡胜漏网了 而正因为他的漏网 这才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系列的故事 咱们先从头来说说孟凡胜 孟凡胜呢 又叫孟大胜 是吉林省德会诗人 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 可以说是学霸 学习成绩很好 在班里总是考第一名 还当班长呢 这也是优秀的学生啊 哪怕上了高中 学习成绩也在前几名 还入了团担任组织委员 原本呢 应该是好好地努力学习 天天向上 最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最终出来成为社会动良之才 然而 在高二那年 发生了一些意外 他因为得了心脏病 就休学了 原本呢 他还想上学 考北京的名牌大学 可是爸爸妈妈呀 也考虑说 哎呀 前途怎么样 这是后话了 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 既然身体不好 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 要不就算了吧 这么着就没同意 让他继续上学 就买了一台吉普车 和一台面包车 雇人开出租 由孟凡胜呢 来进行管理 要说起来啊 聪明人 很多时候 人不光是上学聪明 人做其他事情 人照样能做好 没过多久 孟凡胜呢 又在商店租了一些柜台 就开始卖衣服 那个年代 没有某宝 没有某冬啊 更没有某品位啊 是吧 更没有某多多 是吧 大伙呢 买衣服就得逛商场 孟凡胜呢 凭借他的聪明 也凭借他的努力肯干 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1992年的时候 就攒下了不少钱了 就把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钱财啊 用于扩大在生产之中 就投资开办了一个 有60名员工的炼钢厂 这是当起大老板了 那时候孟凡胜 只有20岁出头啊 这还了得嘛 他是吉林德会市 第一个买了私人奥迪轿车的人 现在我们看奥迪都觉得贵 人在90年代初 就买得起奥迪了 还是20出头啊 并且还获得了某进修学院 财块专业的大专文凭 再加上呢 性格也不错 为人挺正直挺讲义气 所以在市里呢 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大伙都羡慕 你看看人家啊 年纪轻轻的 有这么大本事 正当他生意做的红火的时候 有一天呢 已经在公安机关当上刑警的 梁旭东就派人找着他了 梁旭东的故事 我们在前一个案件里面 已经详细说过 这时候的梁旭东 经营着喜遇 餐饮 汽车修理和汽车配件等生意 仅仅他其中的一家快餐店 年利润就达到三百多万 他派来这人呢 叫齐铁民 您各位也不陌生 在咱们上期节目说的 差一点梁旭东就要给他 执行家法的那个人物啊 后来还给梁旭东 写悔过信的那个人 齐铁民呢 是梁旭东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梁旭东和齐铁民 也都是德惠仁和孟凡胜的 是老乡 并且啊 他们曾经还都是同学 是小学初中的同学 齐铁民也曾经和孟凡胜 在同一个商店经营服装生意 可是他做生意 没有孟凡胜这两下子 齐铁民是越做越亏 人孟凡胜是越做越赚 最后齐铁民血本无归 这才投靠了梁旭东 上学的时候 人这孟凡胜就是学霸 梁旭东他们呢 基本上就是那学诈 梁旭东呢 也知道自己这老同学 有经商的本事 总想着呀 把孟凡胜拉拢过来一起干 可是他也琢磨了 人自己生意做得好好的 人为什么要跟我干呢 所以这才派齐铁民来找他 一开始呢 孟凡胜真拒绝了 哎呀铁民啊 你看我那一摊生意呀 也刚投资完了 马上就要生产 要获得效益了 我呢 想自个干点事业 你回去跟旭东说 这回呀 我就不跟你们合伙干了 回头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机会 咱们多多合作啊 齐铁民来来回回 找孟凡胜找了好几趟 孟凡胜呢 都婉转的拒绝了 可梁绪东不死心 亲自出马 要和孟凡胜的妈妈来聊聊 孟凡胜的妈妈是老师 并且还教过梁绪东 她的妈妈呢 姓张 叫张贵英 张贵英啊 和梁家三代人都认识 不仅认识梁绪东 梁绪东的副辈 祖辈都认识 并且呢 还住过多年的邻居 街里街坊的 所以这梁绪东 跟张贵英啊 叫二姨 这一天呢 梁绪东 穿着警服 就来到孟家了 腰里边呢 还别着手枪 他就跟张贵英说 二姨 你看 你看我腰上这家伙 是真的吧 我当警察了 让大盛跟我干 这还错得了吗 我有那么大买卖呢 比大盛的大几倍 十几倍 一年挣一千多万呢 大盛到我那去啊 主要是给我管理公司 负责经营 比在小县城里边 前途大得多 因为德会事啊 他不是地级事 他是县级事 而梁绪东呢 那时候已经在长春了 这梁绪东是左劝右劝 张贵英一听 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绪东这孩子呀 也真能干 当然 张贵英可不知道 梁绪东这钱 可都不是好来的 他也不知道 梁绪东 俨然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了 他就也跟着劝梦凡胜 大盛啊 任徐东前两天找我来了 生意呢 做得确实不错 人还当了警察了 混得挺有出息的 确实 咱德会呢 也是小地方 你跟他到长春呢 没准能有个好的发展 你考虑考虑吧 梦凡胜呢 左思右想 是啊 我一身本事 困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无处可施展 我到了长春 到一个大点的城市 也许有更大的舞台 既然任徐东 劝了这么多回 人也是真心实意 我呀 也甭拒绝人家了 行呐 我去吧 孟凡胜 1996年10月 就放下了自己的生意 就到了梁许东那儿 到长春之后 梁许东呢 让孟凡胜 当快餐店的经理 和汽车修配厂的厂长 等于一下给了他两摊买卖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 梁许东带着孟凡胜他们 去为一个输了三十多万的老板 平事去了 说白了 就是去帮着打架去了 把人打伤了 这时候孟凡胜才知道 哎呦 情况不对呀 感情 他是干这生意的呀 梁许东啊 就跟孟凡胜说 大盛 我呢 毕竟有着警察的这么个身份 出了事我不能担责任 把我抓进去 咱们全都玩完 这么着 这事呢 你来扛主要责任 如果判刑的话 咱里边有人 我能立马就把你办出来 孟凡胜呢 确实也感觉 梁许东对自己不错 讲究义气 就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四个月之后 梁许东 真给他办了保外就医 孟凡胜一出来之后 他妈妈张贵英也知道了 感情 旭东这孩子干的是这买卖 就也劝孟凡胜 大盛啊 你可不能再跟旭东干了 干的这都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啊 妈 现在再不想干 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啊 你跟旭东说说 不就行了吗 孟凡胜的妻子流着眼泪 跟张贵英说 妈 他们里边有规矩 不干的 得打断腿的 张贵英这才知道 哎呦 旭东啊 可把咱们家给坑惨了呀 大盛啊 你这是上了贼船了 是不好下来了 既然这样 先熬着吧 啊 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啊 你别掺和 以后 咱们慢慢想办法 梁旭东也看出来 孟凡胜出来之后啊 不想再给他干了 不过梁旭东是什么人呢 咱们在讲梁旭东案的时候 说过心狠手辣 他这团伙里边 规矩森严 咱们上期节目详细说了啊 他那些假法的制度 他能放了孟凡胜吗 不过看在是老同学老街坊的份上 当时没有教训孟凡胜 而是把他呢 派到了广州 去做汽车配件的生意 1997年5月份 又把孟凡胜从广州 叫回了长春 到1998年3月1号 梁旭东团伙被打掉的 十个多月的时间里 孟凡胜多次参与了团伙的犯罪活动 孟凡胜真是一个本质上就穷凶极恶的人吗 不是 不过呀 这就是张贵英说的那句话 上了贼船了下不来了 你不跟着为非作恶 甚至你和你的家人 就要把性命都搭上 梁旭东被抓的当天 孟凡胜正在德会的家里 一个团伙成员 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 公安局新派来的局长田中林 正在派人调查东哥的事呢 你啊 赶紧跑吧 其实这时候啊 梁旭东已经被捕了 不过这些团伙成员 还不知道梁旭东被捕 只知道在查他 因为梁旭东 是在朝阳公安分局局长室里边 秘密逮捕的 大家都不知道 第二天 孟凡胜从银行取了七万块钱 就跟他妈说 妈 公司放了几天假 我呢 出去玩一趟去 玩几天 就带着媳妇跑了 您各位说了 为什么没带他妈呀 因为啊 他的妈妈 没有参与违法犯罪 带着他的妈妈 在逃亡的路上 反而会让妈妈吃尽苦头 与其这样 不如让自己的妈妈 在家里边踏踏实实的 接着过日子 孟凡胜 第一站就来到了河南洛阳 刚一到洛阳啊 就接到了另一个团伙成员 打来的电话 圣哥 东哥还有大洪他们几个人 已经被公安局抓了 还悬赏五万块钱抓你呢 你得赶紧躲起来 孟凡胜一听 赶紧跑啊 又带着妻子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刚一下车 就听说呀 石家庄刚破获了一起大案子 孟凡胜一听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这个啊 哪公安厉害 我就不能去哪 都没敢在石家庄歇一脚 赶紧连夜 到了内蒙古西林浩特 一个亲戚家里边 西林浩特呢 靠近中蒙边界了 比较闭塞 于是就在这儿啊 住下来了 住到第21天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事情啊 就跟他的媳妇说 你啊 不能再跟我跑了 我以后也不知道能跑多久 能跑哪去 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你回去吧 咱俩离了吧 你再找个好人家 好好过日子 当天孟凡胜就买了去上海的车票 想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 找一个藏身之地 那么这一次 孟凡胜能够顺利逃脱吗 我今天呢 才看到有一条听友的留言啊 在梁许东案下面 说梁许东作为一个公安民警 却成为了一个黑社会的头目 吕老师不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呢 原因很复杂 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公安内部的管理机制问题 是不是有钱权交易的这种社会乱象 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真让我找出来一个 我认为的根本性的原因 是时代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时代的问题 那个年代啊 没有先进的行侦手段 很多事情的过度的依赖 口供啊 证词啊 一方面没有确凿的证据 很难具体的只认识谁犯罪 或者具体的量刑定罪 另外一方面 这就有了操作的空间了呀 还有咱们说的管理机制的问题啊 任何人 你不能说依靠道德 你依靠自觉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不现实 那么一定就要有法律法规 要有制度的约束 其实咱们说句实话 大部分的制度规则都有滞后性 这是自然存在的 任何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客观规律 对吧 一定是先有了某方面的问题 制度的制定者再去想办法 去制定规则制度来避免这个问题 包括咱们之前讲冤案的时候 总会提到的 刑讯逼供有罪推定 也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实力 这才有了后续一些制度上的修改 各位可能也会说了 那为什么当有了第一起案例的时候 不及时修改呢 因为法律法规 包括各项制度的修改 它是一个非常严谨 非常复杂精细的过程 咱们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啊 自身都有对立性 有利那你必然有弊 所以制定的时候 你要有非常精准的评估 比如 咱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从有罪推定 到一罪从轻 到一罪从无 最大程度上的减少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有没有真正的坏人 就因为证据链的不充足 就成为了漏网之鱼呢 一定会有 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全面评估 我们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再比如 回到梁许东岸 我们再说公安内部的管理问题 公权力 我手里掌握的权力 如果不约束的话 那就容易无法无天 滋生职务犯罪 对吧 以权谋私 是吧 那如果对公权力过度约束的话 是不是又容易造成 不作为 雍正 懒正情况的出现 也是有可能的呀 所以这都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 还好咱们的社会 是一天一天 在不断进步的 如今我们的破案率 大幅提升 社会治安在世界范围之内 都是值得称道的 梁许东岸这种各种各样的 恶性案件 在我们今天 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这是我们值得清醒的 行了 这时候我回答这位听友的提问 也是我的一家之言 咱们呢 再回到孟凡圣案 来说说孟凡圣的逃亡之路 上期节目咱们聊到了 孟凡圣啊 和妻子逃到了内蒙古的西林浩特 到这之后 他就和妻子说 你不能再跟着我跑了 我以后也不知道能跑多久 甚至也不知道能跑到哪去 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你回去吧 咱俩就离了吧 你再找户好人家 好好地过日子 当天 他就买了去上海的车票 他呀 想到上海 去找一个藏身之地 孟凡圣刚离开西林浩特 不到两个小时 追捕组的民警 穿草地过沙漠 就来到了西林浩特 探明情况之后 追捕小组呢 立刻向上级汇报 吉林省公安厅 又立刻向公安部汇报 公安部马上向上海市公安局 发去了孟凡圣的通缉令的传真 命令上海市公安局 组织堵截 抓捕孟凡圣的工作 坐火车去上海 必然要经过上海之前的三个站 苏州站 无锡站 长州站 所以江苏省公安厅 又指令苏州 无锡 长州 这三个城市车站的警方 组织警力 全力的进行堵截 可是啊 四地的警方 尽管是把列车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 就是没有发现孟凡圣的一点踪迹 孟凡圣 上期节目咱们就说过 上学的时候学习就好 很聪明 经商的时候 生意啊 也是做的 风生水起 他的聪明 还有比较强的那种心理素质 还表现在他能在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之下 保持清醒的思维 他上了通往上海的列车之后啊 就有了大块的时间啊 对自己的行动来进行思考 他就琢磨 长春市警方按照线索找到西林浩特 这不是不可能的 一旦他们找到了 那就一定会追到上海 所以呢 他没有直接坐到上海 咱们说了 上海站之前呢 有三个车站 苏州 无锡 长州 但是再往前还有一站呢 南京站呢 孟凡胜 在南京就下了车了 其实就差那么一站 这就让他侥幸的躲过一劫 他在广州的时候啊 认识了几个南京人 到南京之后呢 就开始找这几个南京朋友 可是都没找到 在南京 他也没有停留 赶紧换车 就又到了广州 一到广州就有人告诉他 张红颜刚被抓走了 张红颜 咱们在讲梁许东案的时候 也说过 也是一个骨干人物 那人还跟孟凡胜说呢 阳哥事大了 好几条人命呢 长春市警方 一直在悬赏抓他 孟凡胜啊 知道 自己只在长春不到一年的时间 参与过几次团伙的犯罪活动 伤害过人 但是手上没有人命 不过说来说 去归根结底 毕竟是梁许东团伙的骨干成员呢 警方必然不会放过他 怎么办呢 接着跑 跑去哪啊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你说找个地方一躲 你能躲得过全国公安去 这也不牢靠啊 再者 尽管啊 当时和现在的刑侦技术相比 落后很多 但那时候跟八十年代相比 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所以啊 你再想逃 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逃脱警方的追捕 他呢 决定也用高科技 来为自己开辟一条亡命之路 第一步是干什么呢 整容 他首先对广州的美容院 进行了调查 最后 确定了四家水平比较高的美容院 为他整容 您各位说了 一家做不下来吗 为什么找四家啊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 如果在一家移不到位 整得面目全非 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把整个过程呢 分为四个阶段 化整为零 这就不会让人们过多的起疑心 因为他口音呢 没改多少 还是东北化 你真说弄一个身份证 说是广州人 啊 一听东北大茶子味 人们又该怀疑了 所以呢 做了一个假身份证 就是吉林人 但是名字全都换了 随后啊 就开始整容了 花了一万多块钱 两个多月 整容的过程 算是基本完成了 拿着镜子一看 嘿 自己啊 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原来呢 大胖脸 还有单眼皮 现在啊 都不一样了 现在是一长胖脸 双眼皮 大眼睛 还有俩小酒窝 虽然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受了不少的罪 但整容效果他很满意 现在你就让警察 拿着他过去的照片 站在他面前 他都不带害怕的 接下来啊 就该找一个地方 休息一下了 再在广州不行了 我在这待了太长时间了 还在这做了整容 毕竟有人见过 我原来的真面目 他呢 就来到了河北的秦皇岛 在宾馆里边住了一个礼拜 学了一嘴地道的秦皇岛画 东北人学秦皇岛画 再容易不过了 因为秦皇岛画 大体上啊 算是东北画那一支的 在宾馆住了一周之后 就租了一个 离退休干部的房子 他跟房东说呢 是药华玻璃厂的推销员 家里房子拆迁了 爸爸妈妈呀 到姐姐家去住了 我呢去姐姐家不合适 我在外边啊 自己租间房得了 那个老干部啊 爱下棋 孟凡胜除了出去有事之外 剩下的功夫 就陪着这老爷子下棋 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秦皇岛住了二十多天之后 脸上发炎了 毕竟是整容啊 在脸上动刀子呀 很容易发炎 于是他又办了一个假身份证 这回办的 是秦皇岛的身份证 名字呢 自己起了一个名叫王康安 把这房退了 就到了北京治疗 找了一家非常有名气的 部队上的医院 治了一个月 嘿 脸上的发炎好了 稍带脚啊 那脸显得更漂亮 更帅气了 北京治疗完了 他也不敢在北京常待 又到了山西太远 为什么他去山西呢 他认为啊 西部省份相对来说呢 比较落后 容易隐藏 到了太原之后 他又拿出来之前办的 吉林的那假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上啊 他叫高原 就在一家医院家属区 租了一间房子 又找到了一家药厂 药品推销员的工作 一个上学时成绩优秀 经商时 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人 做这份工作 那是不在话下 没过多久 就又成了这个药厂 所有推销原理 业绩最好的 每个月可以挣两千多块钱 尽管这个阶段 生活的比较安稳 也比较富足啊 心里呢 还是担心 别看改头换面了 可是啊 脸能变 体重 身材变不了 他还是那个胖胖的孟凡胜 为了达到最终脱胎换骨的目的 又开始了第二步计划 减肥 一开始呢 买很多减肥药 可减肥药大伙都知道 都假的 蒙人的 蒙事的 吃半天也没用 于是呢 他又想了一番 有一天买了一箱矿泉水 两袋方便面 还有几斤水果 把自己就关在屋子里了 不出来了 就这么着 过了十五天 他呀 饿晕过去四回 果然是减掉了九公斤十八斤 可是连楼都下不来了 整个人都虚脱了呀 啊 看来饿着也不是回事 并且现在咱们都知道 你靠饿捡下去的不是脂肪 那是你身体的水分 再后来呢 得了吧 还接着吃药吧 也别这么玩命的饿了 适当的节食 接着捡 半年之后 他到了西安 到西安的时候 体重已经从原来的二百零四斤 变为了一百三十六斤 别说整容 哪怕不整容 你把一个二百多斤的大胖子 啊 让他捡到一百二三十斤 再站到你面前 你都不见得能认出来 所以人们说了 每一个胖子都是前力骨 我就总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知道吧 尽管我一直没减成功 啊 在太原那段时间到了 后来啊 他就比较踏实了 终于是改头换面了 这时候的孟凡胜呢 每天除了推销药品之外啊 就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看看电视啊 看看报纸啊 有一天呢 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说西安外国语学院到太原市招五十名考生 他一琢磨 我以后要谋生 不会点外语这是不行的 现在世界是日新月异 咱们国家的经济也是飞速发展 以后啊 跟老外打交道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我得有一技之长 不行 我得学外语 你看看 人这犯罪分子都不忘努力的学习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在大学里啊 他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啊 于是呢 他就又拿出来他秦皇岛的那个假身份证 你看他两张假身份证 替换着用 就以这个秦皇岛人王康安的身份报了名 还参加了全国成人考试 被录取了 1999年八月底 来到了西安 成为外语学院的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 咱们说过 他上学时候学习很好啊 所以经过努力的复习考上大学 对他来说呀 不是什么难事 这也终于算是 圆了他的一个大学梦 现在的孟凡生啊 文质彬彬戴着一个金丝眼镜 长得啊 是又高挑又帅气 哎呦 俨然一个当代优秀大学生 真是站到办案民警之前 办案民警都想不出来 他就是逃犯 孟凡胜 孟凡胜自己还说过 现在除了我妈 就是DNA 能认识我了 那么最终 到底是不是DNA出卖了他呢 孟凡胜的逃亡生活呀 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啊 他和一般的逃亡分子不一样 因为他足够的聪明 所以他做了万全的准备 当然了 既然是逃犯 你生活之中一定是有狼狈逃窜的那一面的 但是他在逃亡过程之中 也有一些能够让他感觉到幸福的时刻 孟凡胜在广州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家在太原的做生意的朋友 俩人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后来孟凡胜不是就去太原了吗 在太原路上 有一次大街上就碰见这朋友了 哎 你怎么回来了 那个朋友就说呀 在广州的生意啊 也没赚钱 就回来了 这么着 俩人呢 有一来二去的 没事聚一起聊聊天 吃吃饭 有一回呢 朋友找他 说你过来一趟吧 他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朋友啊 看他一个人过得挺辛苦的不容易 想给他介绍个女朋友 孟凡胜就赶紧说 我家里啊 有女朋友了 你啊 在外边这么多年了 别说是女朋友了 就是老婆 感情也没多少了 还那么守旧干嘛呀 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可不管孟凡胜怎么说 他呢 都没答应 说实话 他心里啊 也一直记挂着自己的妻子 过了几天 那个朋友呢 又约他到酒店吃饭 你别再跟我说介绍女朋友的事啊 要再这事我可不去啊 不是那事 你过来吧 有笔生意要做 可是他去了 他去了一看 果然还是相亲那点事 把那个女孩子都领过来了 既然 人这女孩子都过来了 孟凡胜呢 也只能是逢场作戏 这个女人呢 身世背景还不简单 是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的女儿 在银行工作 离过婚 第一次接触之后 这个女人对孟凡胜的印象就很好 因为孟凡胜呢 高高帅帅的文质彬彬的啊 谈吐也都不错 于是那个女的呀 就三番五次的约孟凡胜 孟凡胜后来也是下定决心 得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半个月之后吧 他就把手机换了 房子呢 也退掉了 又重新租了一个房子 这样一来呢 那个女的打电话也找不着她 去房子找她吧 也找不着她 那个朋友呢 更找不着她了 过了不长时间 他认为在太原呢 这件事情 也许还不能够完全的了结掉 这么着 就离开了太原 当然了 上期节目咱们也说了 也是为了 圆一个大学的梦想 就到了西安 孟凡胜去西安 学的是英语专业 虽然中学的时候啊 学过英语 可这么多年 也都忘光了 来到西安外院上学之后呢 学习起来很吃力 毕竟跟人其他的这个 英界考生 他是不一样的 他和三名韩国留学生 住在一个宿舍里边 在他的提议之下呢 几个人请了一个 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个研究生 当这个业余辅导老师 就给他们辅导英语 这个研究生啊 是河南人 长得呢 是眉清莫秀 一姑娘 在教他们英语的过程之中 这几个韩国留学生啊 就总是夸梦凡胜 说他呀 别看学习上赶不上其他同学 可其他方面特别好 多才多艺 为人处事也好 对谁都特别热情 大家都很喜欢他 所以呢 这个姑娘 也可以说是孟凡胜的老师吧 就也对他慢慢的有了好感 经过一个阶段的辅导和学习之后 孟凡胜学习成绩提高很快 老师也高兴啊 孟凡胜啊 后来就发现 这个小老师 在教课的过程之中 对自己和对别人 明显不一样 孟凡胜毕竟是有生活阅历了 他明白这个女孩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 假装不知道 还是一本正经的当他的学生 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 这小老师就把孟凡胜约出去了 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之后 直入主题 向孟凡胜表白了 哎呀 这可把孟凡胜愁的呀 这是老师啊 教我半天 我要直接拒绝了 这也不合适 可我同意了 那也不行 就跟老师说 老师 我在家里有女朋友呢 可这小老师啊 还是不依不饶 没完没了 最后 他跟这老师说 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人 这件事啊 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 你给我做辅导 教我学英语 这是咱们的一种缘分 可咱们没有其他的缘分 从明天开始 您不用再给我辅导了 我谢谢您对我的帮助 照理说这话 就已经把后路都堵死了吧 说完之后 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呢 老师确实没来辅导 那几个韩国留学生 后来就问他 怎么回事啊 怎么也不上课了呀 孟凡胜的就把这事啊 说出去了 这几个留学生 就开始劝他 哎呀 我说你呀 你是真傻 人老师长得多漂亮啊 人对你多好啊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你还不同意人家 要说孟凡胜 确实是讨女人的喜欢 2000年9月份 孟凡胜的从媒体上 得知了一个消息 由陕西省政府某部门举办的 出国人员培训班 面向社会招生 孟凡胜就琢磨着 将来要想以英语 作为遗迹之常来谋生 光外语学院学的这点东西 远远不够 我得继续努力学习 就报了名交了钱了 想到这儿啊 哎 多学习一点东西 过来之后 这个班的班长 是个24岁的姑娘 长得也很漂亮 曾经在某艺术学院 学习舞蹈 大伙就该知道了吧 长相身材 那都没得挑啊 后来又在西安翻译学院 读了四年的英语专业 毕业之后呢 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这姑娘学习成绩很好 尤其是英语 是全班最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当班长 姑娘长得漂亮 学习又好 还又是班长 嘿 这俨然是班里最靓丽的风景线 很多人就开始追求她 喜欢她 可这姑娘呢 对别人的追求是视而不见 看不上 哎呀 弄得那些争风吃醋的人呢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天送花 明天请吃饭 后天约看电影 人这姑娘是一概不理 孟凡胜呢 就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 他也没动内心思 他也没从内心里边说 真正喜欢这个班长 就看热闹呗 感觉也挺好玩的 有一回呢 在课堂上 需要答题 回答问题 孟凡胜啊 就因为这一次课 跟这个姑娘 算是有了深入的交集了 来这儿学习的人呢 都是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 英语基础都很好 这回呢老师是让他用英语 回答一个问题 他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回答了 所以呢 就是答非所问 驴唇不对马嘴 没有这同学们呢 在那乐得都不行了 孟凡胜当时 也感觉挺下不来台的 坐下之后不经意之间 就像坐在旁边的姑娘 就看了一眼 发现这姑娘 不但没笑 并且还跟他说了 不会没关系 慢慢学 你别着急 下课之后 这姑娘没离开 对孟凡胜说 我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以后有不会的地方 就问我 我来帮你 孟凡胜以为姑娘 就是同情他呢 也没当真 可这姑娘当真了 就主动的找他补课 给他答疑解惑 孟凡胜在这姑娘帮助之下 提高的很快 这姑娘呢 还总是夸他 哎呀你真聪明 学得真快 后来孟凡胜就发现 这事啊 有点不对劲 就是不学习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这姑娘 也总是把他约出来 到学校公园里边 一边散步 一边问他 学习上有什么困难 没有啊 有一搭无一搭的聊着呗 就没话找话呗 这时候孟凡胜又意识到了 哎呀 这人们都追他 他都不同意 这家伙 这又看上我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可是他表面上 你不能拒绝什么呀 人姑娘没跟你表白啊 你总不能跟姑娘说 你以后别找我了吧 人帮你学习 给你帮那么大忙 那你这不谢莫杀驴吗 200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 下了晚自习之后 这姑娘呢 又把孟凡胜约出来了 指着月亮呢就说了 明天是中秋节 到我家去坐坐好吗 孟凡胜还没说话呢 这姑娘又说了 我已经跟我爸我妈说过了 他们都欢迎你过去 并且 这姑娘还告诉孟凡胜 说他爸呀 是某家大医院的院长 在陕西省都是小有名气 妈妈呢 是一家医院的主任 孟凡胜啊 要拒绝 可是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了 后来一想 人家对自己帮助这么大 人家愿意让去 那去吧 第二天晚上买了些水果啊 在姑娘的陪同之下 就到他家了 这是个典型的 这种社会精英人士的家庭 四室两厅 家具啊 都很有档次 晚饭呢 也是精心准备 甚至有什么海参啊 大虾呀 哎呀 什么红烧排骨啊 嘿哟 好吃 孟凡胜 生活习惯很好 不抽烟 不喝酒 这姑娘的爸妈呢 也一样不抽烟 不喝酒 所以气氛很融洽 也都很喜欢 这个男孩子 这姑娘的父母还说了 哎 这是我女儿啊 第一回带男孩子 来家里吃饭 小伙子不错 以后你们在学校里 有什么事 互相的多多帮助啊 有什么困难呢 也就直接跟我们提 吃完饭喝会儿茶 这姑娘就跟孟凡胜 回学校了 回来之后 孟凡胜躺床上 可就睡不着了 哎呀 我得找个什么理由 到此为止啊 这现在不仅是姑娘 看上我了 她爹妈也看上我了 这怎么办呢 可想半天 也没想出来 该怎么 不失体面的 委婉的 又不让这姑娘 伤心的 来了结他们 这一段缘分 让这姑娘断了念想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手机响了 谁呀 姑娘她爸爸打来的 约她晚上去吃饭 孟凡胜也没想着 这家伙 怎么比她闺女 还着急呢 可我怎么拒绝呀 实在想不出 什么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晚上 这个姑娘呢 就又领着她 到了家里 这时候啊 家里已经十来个人了 有姑娘的叔叔 舅舅 还有两个阿姨 哎呀 孟凡胜明白了 这是打算彻底的见家长啊 这些人一看见孟凡胜啊 哎 也都挺满意 孟凡胜呢 还到厨房 动手做了几个北方菜 大伙这一顿夸呀 不光人文质彬彬的 学习又好啊 性格又好 做菜做的还好吃 这姑娘的爸爸就说了 你啊 以后别回北方了 在西安办个公司 让我家姑娘 给你当助手 没钱的 就来家里拿来 姑娘的妈妈也说 哎 我家闺女啊 不懂事 还得你多照顾着 学校里呢 条件也不好 不行啊 你们就一块回家来住来 在家里吃饭 孟凡胜当然是不能同意啊 可是在这之后 但凡过个星期礼拜 有个什么法定节假日 姑娘的爸爸妈妈 准给他打电话 家里吃饭来吧 这姑娘呢 也总约他去喝咖啡去 有一回吃完饭 姑娘的妈妈就说了 别回学校了 在家里住下吧 也晚了 哦 阿姨 学校管理很严格 不能违规 还是回去吧 就又跟这姑娘呢 一起回了学校 这天晚上 孟凡胜是苦苦思索呀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啊 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陷得太深了 我不能再伤害别人了 我呀 应该离开这儿 可我课还没学完呢 本事还没全学到呢 在这以后 就渐渐的疏远这个姑娘 想用这个方法 来了结这段感情 这就跟现在 大姑娘啊 大小伙子们 方法是一样的 对吧 想了结一段感情 慢慢疏远 也不吵也不闹 可这个方法 让姑娘和姑娘的爸爸妈妈 发现了 有一天呢 姑娘的爸爸 又找孟凡胜 你呀 今天务必要过来一趟 那这个姑娘的父亲 找孟凡胜 到底有什么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孟凡胜呢 因为那个姑娘啊 太喜欢自己了 所以啊 她决定渐渐的冷淡 终结这份不可能的孽缘啊 但是她这伎俩啊 让这姑娘 还有姑娘的父母都发现了 这一天呢 这姑娘的父亲就给孟凡胜打电话 说有重要的事 你一定要过来一趟 孟凡胜去了之后 这姑娘的爸爸就说了 有些事啊 可能让你为难了 不过没关系 你有女朋友 也没什么 你处理好了 啊 就没问题了 如果家里边 哪怕有妻子也没什么 没有感情了 可以离婚 只要你们俩人感情好 相敬如宾 其他什么都是次要的 孟凡胜呢 当时也不好直说什么 就说 我再考虑考虑吧 孟凡胜这回 从这姑娘家回来之后 决定马上 立刻迅速的 了结 和这个姑娘之间的 这种情感纠葛 第二天晚自习之后 孟凡胜就找着她 说家里来电话了 说有事 让我回去一趟 姑娘一听 立马就问她 什么事啊 用不用 我跟你一起回去啊 用不用钱呢 都不用 能告诉我什么事吗 哎呀 你就别问了 你骗人 是我对你不好吗 还是我爸爸妈妈 对你不好呀 都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就别问了 我一定要问明白 你究竟为什么 我 我不配你啊 你还是找个比我好的 你把我忘了吧 这时候姑娘 哇啦一声就哭了 你胡说 不管你怎样 我就喜欢你 没什么配不配的 我就要跟你结婚 永远永远的 跟你在一起 我对不起你 我骗了你和你爸爸妈妈 我已经结婚了 家里有妻子 结婚了也没什么 可以离婚 我愿意跟你结婚 我可以等你 孟凡胜这眼瞅着 是怎么说也不管用了呀 那你让我考虑考虑 怎么跟家里做工作 好不好啊 姑娘听了 点了点头 孟凡胜呢 把她送到宿舍门前 孟凡胜啊 这回心里边也后悔 又做了伤害人的事了 没想到 把这姑娘伤到这个地步 想到姑娘对自己一片痴情 确实感到内疚 第二天呢 就悄悄的离开了学校 为了不让姑娘找到她 还换了手机 又重新租了住房 又改名换姓 制作了另一个假身份证 这回呢 叫梁春强 这学呀 也不上了 也上不下去了 后来她还听一个同学说呢 她走之后啊 那姑娘疯了似的 课也不上了 天天去找她 一直找了很多天 后来 那姑娘 也不去上学了 咱们说了这么多 孟凡胜的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她本质上 并不是那种 穷凶极恶的匪徒 和她的这个顶头大哥 梁许东啊 是有本质区别的 她呢 算是一个误入歧途的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只要受到某种环境 或者客观方面的影响 是可以换回她的良知的 从逃跑那天开始 孟凡胜养成了一个习惯 天天看报纸 天天看中央电视台 七点钟的新闻联播 她想从这里面呢 找到关于梁许东案子的消息 那时候没互联网啊 不像现在似的 某度一搜啊 哗哗啦啦全出来了 2000年8月16号 梁许东案审判之后 他天天到报摊上买报纸去 西安的一家报纸啊 连载梁许东黑社会 罪恶行性的文章 还有其他的 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报道 他呢一篇也不落 都搜集起来 他很佩服长春市的警方 团伙的成员几乎全抓住了 可是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犯罪活动 他没有参加 有些罪行不是自己的 可是被抓到的那些人呢 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他一想 大部分的知情人 尤其是那几个骨干 都被枪毙了 或者被判处 无期徒刑了 要想着证明自己 那一小部分的清白 你只能是靠自己去说了呀 不过呀 也只能想想 我怎么自己说呀 自首去呀 那不行啊 我现在逃避的这么成功 我还有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我不能自首去呀 其实啊 孟凡胜 在西安外院和那个姑娘的 这个情感纠葛啊 对他也有着巨大的冲击 也曾经让他 对逃亡生活产生过动摇 他呢 从姑娘 还有姑娘的父母身上 也感受到了 人间的这种真情 是有多好 他呢 也渴望着 这种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亲情 他想他年迈多病的妈妈 想他 特别疼爱的姥姥 每次想起妈妈 和姥姥来 这心里啊 就不是滋味 由于爸爸妈妈都上班 他从小呢 是姥姥一手带大的 三岁多的时候 天天的给姥姥洗脚 五岁的时候 天天给姥姥煮牛奶 他又是妈妈七个姊妹里边 生下来的第一个男孩 是姥姥的大外孙子 再加上长得挺好看 哎呦 姥姥宠的都不行了 不过这些呀 还是没有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要去投案自首 时间呢 一直来到了2001年 2001年4月份开始 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了 严打斗争 关于2001年 开展的这场行动 我们后面有机会啊 也会再做一个 专题的系列案件的节目 这次严打斗争开始之后啊 他就天天的看新闻 他就发现呢 自己已经被列为了公安部 都部的逃犯 这时候他已经放松下来的神经 又紧张起来了 01年的时候啊 就已经有什么网吧呀 有这种互联网了啊 有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媒体了 所以再想着搜索什么新闻 也容易了 他就经常到网上去搜索 看到一个个逃犯 都纷纷落网 他就想到自己 最后啊 估计也逃不过被抓获的命运 因为这次严打斗争 太强大了 来势汹汹 继续躲下去 也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再加上 又想他的妈妈 想他的姥姥 又想着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就决定 我自首去吧 可是怎么投案自首呢 到哪去投案自首呢 当时啊 正是全国老百姓 为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宣传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 2001年 当萨曼琪主席宣布 北京的时候啊 全国都沸腾了 在那之前 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申办奥运会的消息 这时候 孟凡胜就想 自己虽然是个戴罪之身 可毕竟是个中国人呢 愿意以投案自首这种特殊的方式 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一点贡献 可是 当他筹划怎样到公安部投案自首的时候 北京申奥成功了 他本来呢 是想着趁着那个机会啊 也许能够从轻处理 宽大处理 这失去这个机会了 哎呦 这个后悔啊 他就想着得了吧 我别去公安部了 我别去北京凑热闹了 我回长春 投案自首去吧 2001年8月初 就偷偷地回到了长春 到长春之后呢 没有马上去公安局 而是想把一个团伙成员的表哥 欠他的一万块钱要回来 我得交给我妈去 然后再去投案自首 那个团伙成员的表哥呀 是一个老板 孟凡胜呢 在一个宾馆 就找着那个老板了 那老板一看他 一脸的蒙圈呢 你找谁啊 大哥 我是大胜啊 啊 什么 大胜 哪个大胜啊 西天取经那个 不不不 我孟凡胜啊 你孟凡胜 你怎么这样了 咱之前不说过吗 孟凡胜他整了容了呀 再熟悉他的人 现在再看见他也认不出来呀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找你要钱呢 你欠我一万块钱呢 我什么时候欠你一万块钱呢 哎 你认识东哥和杜老三不 认识啊 98年2月27号 那天晚上10点多 我跟东哥杜老三都在相隔里拉 你去了 说打麻将输了 连劳力士表都押给人家了 要冲东哥借一万块钱 当时呢 东哥没带钱 我给你拿了一万块钱 你当时要打欠条 东哥说了打啥欠条啊 都是朋友 还能赖账咋的呀 你说过一两天就还 可第三天 东哥就出事了 我就跑了 你想想 有没有那么回事 这老板一听 哎呦 有 还真有这么回事 听声音 你真是大声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哥别的甭说了 我反正实在没办法了 要不然呢 我也不能冒这么大险 回来找你 我呀 账上有钱 手头上呢 没这么多现钱 这么的吧 你给我一个账号 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你没那么多 少给我点也行 我等不及了 我不能在长春久留 哎呦 那我现借 我这也来不及呀 孟凡胜一看这钱 是不能一时半会儿 拿到手了 就给这个老板 留了一卡号 得嘞 我呀 这就安排给你打过去 这么着 孟凡胜就走了 他呢 原本打算 要来账之后 就到市公安局 投案自首 可是 他一看那老板 那小眼神 他就明白 这老板呢 藏着鬼心肠的 如果他报案了 我可就麻烦了 我这被抓住了 这就不算投案自首了 我就白回来了 啊 不行 虽然 我要认错 我要进去 但是我要是自首进去的 于是啊 他离开这老板之后 立刻打了一辆车 跑到了沈阳 又坐火车 连夜赶到北京 几天之后 又前回到了西安 他猜的呀 还真没错 要不说孟凡胜这人聪明呢 他走了之后 那老板就报案了 那个老板呢 直往那个卡号上 打了五千块钱 想用剩下的五千块钱 雕筑孟凡胜 市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 非常的重视 立刻派出追捕组 赶到北京 在北京通过侦查 这才知道 办那个卡的呀 是个叫梁春强的西安人 咱们刚才说过了 这是后来他办的一个假身份证 追捕组呢 又直奔西安 在西安 侦查员经过十几天侦查 又查到梁春强办的两个手机号 并且捕捉到了孟凡胜的踪迹 可跟踪了几天之后啊 还是让孟凡胜给跑了 孟凡胜呢 太聪明了 他知道公安机关一定会追过来 追过来之后 只要查梁春强的名字 手机号码 银行卡号 个人信息 准能让他们摸个门清 我再坐火车飞机 这是肯定不行了 所以这一路呢 就雇用私人轿车 就到了太原 几天之后 又雇车到了秦皇岛 在秦皇岛待了几天 又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 又回到西安 这么绕了一大圈 这警察还真就不知道 该去哪找他了 随着严打斗争的步步深入 孟凡胜的心理压力 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追逃专项斗争 开始之后 他就又开始思考 我该怎么投案自首 为了敦促再逃人员 迷途之反 2001年9月20号 国家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公告 凡是在11月29号之前 投案自首者 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看见这个消息 他又下定决心了 这可不能再错过 这机会了 10月上旬的一天 他知道有一个 在西安做生意的 东北老乡 得回哈尔滨 他呢 就交给老乡啊 一个信封 那上面呢 只写了一个 西安的传呼电话号码 说你送到吉林 德会市的 哪个哪个地方 他给那老乡买了车票 并且送上了 西安开往长春的火车 三天之后 他接到了一个传呼电话 一看这名字 他这心呢 蹦蹦蹦蹦 就跳起来了 那么 是谁 给他打的传呼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聊到了 2001年9月20号 国家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了公告 凡是在11月29号之前 投案自首的 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孟凡胜啊 本来这时候 已经下定决心 要投案自首了 既然有这个好事 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0月上旬的一天 他得知 有一个东北老乡 在西安市做生意的 要回哈尔滨 他呢 就交给那个老乡啊 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 就直写了一个 西安的传呼电话号码 让他送到 吉林德会的一个地方 并且呢 很热情的 给那老乡买了车票 还把他送上了 西安开往长春的火车 传呼号码 现在的朋友不熟了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见过 过去啊 能用得起手机的是 少之又少 很多人呢 就是用那个BP机 传呼机 每个传呼机呢 都有一个自有的号码啊 就别人呢 可以通过这个传呼台 来进行传呼 有什么树显是吧 汉显就是能显示汉字的 谁谁谁 传呼你了 你有时间赶紧给人打电话 大致就这意思吧 三天之后 他就接到了一个传呼的消息 一看呢 哎呦 这心呢 咚咚咚就跳起来了 谁呼的他呢 张桂英 这名字 大伙不陌生了 咱们多次提到 正是孟凡胜的妈妈 她呀 立刻按照妈妈给的电话号码 就回了电话 妈 喊了一声妈妈 就开始在那哽咽了 妈妈张桂英呢 因为这么多年 为儿子着急上火 再加上确实也上岁数了 耳朵呀 已经有些背了 可是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的儿子 情真意切的喊的这声妈 他还是听的清清楚楚 大圣啊 你是大圣吗 大圣啊 接着也气不成声 妈 儿子对不起你 大圣啊 别说这话了 你对不起的人多了 哪儿就妈妈一个呀 你姥姥虽然八十多了 可还一直做买卖呢 后来听说你出事了 口吐鲜血 没多久就死了 孟凡胜一听 自己最牵挂的姥姥 已经去世了 在那嚎啕大哭 大圣啊 别哭了 还有跟你最好的 你大姐夫 着急上火得了病 不到三个月 也死了 你二姐呀 也离婚了 你表哥外出找你 发生了车祸也死了 唉 别说了 都别说了 这时候啊 孟凡胜的爸爸 接过来电话 大圣啊 这些还不算什么 你知道你妈妈那时候 正在九台住院治病 你出事之后 就拄着双拐出院了 刚能扔拐 还没好利索呢 就出去满世界找你啊 这一找就是三年多 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 花光了家里的十几万积蓄 没有钱 就捡破烂卖 还差点啊 遇上坏人 让坏人给杀了 听爸爸这么说 妈妈呢 也怕大圣听了担心 赶紧又把电话 抢过来 大圣啊 你快回来吧 你别在外边跑了 现在政府又有政策了 投案自首可以宽大处理 可别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妈 我也有这个想法呢 你看 怎么办好啊 说到这儿 电话突然就断了 并且在这之后 大圣再也没来电话 张贵英呢 虽然没来得及问儿子的具体地址 可毕竟知道儿子的下落了 知道他还好着呢 为了让儿子尽快回来 第二天呢 他就启程了 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决定亲自把儿子领回来 投案自首 张贵英这么多年找儿子 一开始呢 也是 哪儿的车票都买 后来啊 钱花的差不多了 没钱买票了 就开始逃票 检票人员呢 从这个车门把他撵下去 再从另一个车门上车 这回啊 他是去接儿子回来 投案自首的 心里这个痛快啊 这么多年的心事 算是可以放下了 所以呢 毫不犹豫的 就买了一张全程的车票 第三天呢 他就来到了西安 顾不上休息 顾不上喘气 就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电话亭 打了儿子的穿户 张贵英这时候琢磨着 上回给儿子打穿户 第一时间 儿子就回过来电话了 这回啊 认为儿子肯定也会第一时间 就给自己回过来 可是 等十分钟不回 等二十分钟不回 半个钟头过去了 还是没回 一个小时过去了 依然没回 张贵英彻底失望了 一直在这个电话亭那儿 等了那么久都没个回音 估计也不会回了 这才走了 其实呢 张贵英的传呼 孟凡胜还真接着了 当接到传呼的时候 他是又吃惊 也高兴 高兴什么呀 这么多年没见自个儿的妈妈 马上就能见到妈妈了 可他又一想 是不是妈妈一个人来的呀 如果警察得到消息 借机把我抓着 那么不就白费了吗 我就不是投案自首了 我就得不到宽大处理了呀 可是呢 他又太想见妈妈 尤其在电话里 爸爸还告诉他 妈妈这么多年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对不起妈妈呀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他呀 就通过电话号 查询了那个电话亭的位置 打车呢 就到了这个电话亭附近 躲在一根电线杆后边 偷偷的 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妈妈 张贵英还没走 在那儿四处张望着 孟凡胜这一看 妈妈真是老了很多了 头发也白了 疯啊 在那儿把白头发都吹乱了 妈妈也顾不上礼一下 依然四处张望着 孟凡胜 眼含泪水啊 是真想过去 扑到妈妈怀里叫声妈妈 可是他不能啊 他见妈妈失望的离开了那儿 他自己眼泪也刷刷的流了下来 他还想多看几眼妈妈 就远远的跟在后边 看见张贵英来到车站 从包里呢 拿出一张 一半报纸大小的红纸 抹上胶水 贴在了一个广告牌上 贴完之后呢 又向别的地方走了过去 他上前一看 见上边啊 是他最熟悉的 妈妈写下的毛笔字 写着 寻而起誓 大圣 跟妈妈回家吧 张贵英并没有落款 也没说怎么联系 他不是想着 让别人看见之后帮他找 他就是想着 大圣自己一定能看到 孟凡胜啊 怕引起人们的怀疑 就跟其他的路人一样 看了两眼 马上就离开了 后来他发现 妈妈不仅是在车站 凡是人多的地方 商场啊 公交站的 都贴上了寻而起誓 张贵英在西安 一待就是三天的时间 可是依然没有得到 儿子的半点信息 最终啊 还是回去了 妈妈走了之后 孟凡胜这心 是平静不下来 决定马上回家 投案自首 再也不能拖延了 过了几天 他把和药厂的 那个推销账务结清之后 就上了列车 这趟火车呢 是开往北京的 到了北京那天 是2001年11月13号 他呢 给家里打去了电话 妈 大圣啊 你在哪啊 我去西安找你好几天 给你打窗户 你怎么也不回啊你啊 妈 我 我到北京了 我明天就回家去 投案自首 您跟长春市公安局 联系好了 儿子 大圣 你放心吧 妈妈会安排好的 其实啊 张贵英从西安回来之后 自己就去到了长春市公安局 一直负责这个案子的 是原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的大队长 现在呢 是副支队长的张真春 张贵英呢 就跟张队把这情况啊 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大伙还记得吗 当时破获梁绪超案的时候 时任公安局长是田中林 现在啊 依然还是田中林 张真春呢 立刻就向田局长做了汇报 田局啊 还专门的感谢张贵英 说欢迎孟凡胜 回来投案自首 2001年11月14号 晚上9点左右 张贵英手里边 拎着给儿子啊 换好的这个新的被褥 和孟凡胜的爸爸 姐姐叔叔等人 在德惠市公安局门口 等候回来投案自首的儿子 9点40分左右 一个身材又瘦又高的人 背着一个包 向公安局就走了过来 几个人呢 谁都没在意 仍然向远处张望着 没注意来的这个人是谁 就是刘毅 他也认不出来啊 因为他整容了呀 张贵英这时候啊 心里又是七上八下的 照理说 这点该回来了呀 大圣怎么还没来呢 就在这时候 这瘦瘦高高的人 就喊了一声 妈 张贵英一听 浑身一机灵 你是谁啊 妈 我是大圣啊 什么 你 你是大圣 这时候 剩下几个人呢 也围了过来 有的就问你找谁啊 你干嘛呀 你谁啊 这时候 没用大圣解释 张贵英似乎突然之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伸手啊 把孟凡胜的头就捧了过来 然后呢 看了看左耳朵后边 因为他这左耳朵后边有痣 这一看就明白了 能换脸 但是这种痣啊 胎记这种啊 他不会去掉的 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剩下几个人一听 真是大圣啊 呼啦一下子 全围过来了 这时候啊 张贵英突然想起来什么 就告诉一个人 你快去给张队长打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张真春张队一听 哦 孟凡胜回来了 在那等着 我马上就过来 让孟凡胜啊 先到德惠市公安局去 张队交代完了 张贵英呢 领着儿子 就进了公安局的值班室 值班员就问 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是来投案自首的 你是 孟凡胜 别开玩笑 快走快走 我们还不知道 孟凡胜长什么样吗 我们找他找了这么多年了 不用看照片 他长相啊 都印在我们脑子里了 我真是孟凡胜 我还认识你呢 但你的名字呀 我忘了 张贵英一看警察 在那怀疑儿子啊 认为这不是孟凡胜 赶紧上去说 同志 他就是我儿子 大胜啊 那个警察呢 这么多年总跟张贵英打交道 也认识张贵英 大娘 这怎么会是大胜呢 大胜 怎么变这样了 这边说着的时候 张队啊 开着车火急火燎的 从长春就赶到了德惠 这一晚上 孟凡胜 就住在了看守所里边 他呀 失去了往日向往的自由 但是 这一觉 睡得是那么的踏实 不光他睡得踏实 他的妈妈张贵英 也是几年来 头一回 睡了一个好觉 要说起张贵英 这几年为了寻找孟凡胜 真是吃尽了苦头 那么这几年 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孟凡胜 在妈妈的感召之下 回到家了 然后呢 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要说起来啊 他的妈妈张贵英 这几年过得 是真不容易 孟凡胜的爸爸和妈妈 都是有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 他的父亲呢 是一位中学美术老师 他的母亲呢 是一位小学老师 孟凡胜逃跑的时候啊 母亲张贵英 已经六十岁了 当时呢 因为身体疾病 在九台市 结合病医院住院治疗呢 后来当民警来到医院 向他询问 知不知道孟凡胜的下落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料到 儿子呀 应该是出事了 他呢 再三的追问民警 大圣到底怎么了 可是民警们呢 怕他受到刺激 耽误他的疾病的治疗 就没有告诉他实情 尽管当时张贵英啊 知道孟凡胜呢 在跟梁许东一块干事 梁许东呢 有时候确实也是胡作非为 但他真不知道 儿子竟然是黑社会的成员 他得知这个事 是在民警走后第二天 他看报纸 看到的消息 就是梁绪超黑社会团伙案 主要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 都已经被抓获了 但是呢 有一个骨干成员 孟凡胜逃脱了 就这么一条消息 这对于张贵英和整个孟家来说 这是晴天霹雳啊 孟凡胜家呀 三代都是书香门第 教育世家 张贵英和丈夫孟庆宇 别说了 这都是老师 亲属呢 好多也是老师 有的是一些 这个公家单位的国家干部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边 出现了一个黑社会的骨干 别说张贵英 其他的亲戚们 也都感到震惊了 张贵英躺在病床上 是整天整天的在那哭啊 好几回都哭昏过去了 过了几天呢 情绪呢 逐渐的稳定下来 他就想 我儿子一定是干了不少坏事 但如果说他手上真有四条人命 我肯定不信 因为他从小到大 一直很懂事 心地很善良 长这么大了 连杀鸡都不敢看 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就是有人逼着他去杀人 他也不敢干呢 公安局的民警呢 跟他说过 你儿子呀 犯了罪了 罚网灰灰 无论逃到哪都不是个出路 迟早会被抓住 只有回来 老老实实的接受法律审判 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这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一个星期过去之后 张贵英是无论如何 在医院也躺不住了 一定要出去找儿子 让他回来投案自首 他呢 不顾医生的阻拦 拄着双拐 就回到了家里 张贵英啊 比较胖 当时体重有一百八十来斤 胃 肺 肾 包括这个关节的风湿病等等 很多种疾病 回家之后 吃药打针 养了两个月 把这双拐就丢掉了 家里人呢 也怕他出去找孟凡胜 再出点什么事 所以呀 他走的时候 没告诉任何人 自己悄悄的就走了 从这开始 这位一百八十斤的 年已六十岁的老母亲 就开始了三年半的 寻子之路 孟家和张家的亲戚很多 全国各地啊 哪都有 张贵英呢 就先到了亲戚比较多的吉林榆树 一个礼拜过去了 他走遍了过去曾经去过的 和没去过的啊 远远近近的亲戚家 都没找到儿子的一点消息 张贵英呢 当了一辈子老师 是个好脸面的人 每到亲戚家人一看 哟 您怎么来了 哦 退休了 在家待不住 出来走走 正好 也串串亲戚 咱们这都好久没见了 也当是旅游了 每当要走的时候啊 都得给人家 每家的老人和孩子 留下一百块钱 到家一算 这一趟就花了两千多块 这么下去 这得多少钱呢 这回回来之后 肉也舍不得吃了 买菜买最便宜的 可是呢 鸡蛋没少买 那是留着找儿子的时候 带在身上当饭吃的 也补充能量 每回回来啊 他这一路上 都会随手捡点一拉罐 啤酒瓶子 完了之后呢 找个地方卖掉 换几个钱 张贵英呢 本身就有病 这出去找儿子 又开始上火 所以啊 曾经晕倒在 榆树市大坡镇 偏僻的农村乡路上 醒过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几乎是摸呵爬着 找到了一个亲属家 在从榆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这算是彻底病倒了 可他只休息了二十天 又踏上了寻子之路 在这之后啊 每一次出去 都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兜 里边呢 就是煮熟的鸡蛋 药 两瓶水 和手指 同时呢 还有一样东西 那是寻而起事 每回都带着二三十张 大红纸 用毛笔写着 大圣 妈妈来 找你来了 快回家吧 每回都不写落款 他说了 不用写落款 我儿子一看 就知道是我写的 这一回呢 去了黑龙江 先来到了哈尔滨 白天呢 就到火车站 汽车站去找去 在人多的地方 就把这寻而起事贴上 晚上呢 就到那些 大哥厅啊 舞厅啊 门口去等着去 哈尔滨待了好几天 也没什么消息 继续北上 就到了加木斯 为了省钱 舍不得住旅馆 晚上呢 就在车站过夜 有的车站 不让过夜 就找那最便宜的 十块钱一宿的 又脏又差的小旅店 一天呢 也舍不得自己 在外边吃饭 随身不带着煮鸡蛋呢 一天吃四个鸡蛋 在加木斯找了几天 带着鸡蛋也吃完了 剩下的钱 路费也不够了 他呀 又回到了德会 在家待了几天之后 出去 接着找 到黑龙江的鹤岗 双崖山一带的亲戚家 找儿子去 这趟回德会的时候啊 火车到德会呢 是凌晨三点多 到了之后啊 天呢 也下着大雨 是又冷又饿 身上啊 也都淋透了 下车以后 还没走出站台呢 哐汤一下 就倒在地上 人们都走光了 这检票员呢 刚要锁门 回头一看 嘿 还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呢 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人这检票员呢 人还真不错 把张贵英送到车站门口 要帮他打个车回去 他呢 谢绝了检票员的好意 人帮你打车 你不能让人帮着掏钱吧 可自己没钱呢 啊 谢谢您了 我要自己去打去吧 可他没打车 口袋里 没有这钱呢 他家离车站呢 三里多地 但是因为太难受了 这一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 离家还五十来米 眼瞅着就到家的时候 再也迈不开步了 趴在地上啊 就往家爬 老伴听到敲门声的时候 赶紧出来开门吧 可是一推门推不开 谁啊 谁啊 是贵英吗 没人说话 原来啊 张贵英瘫倒在地上 没力气说话了 正好也堵着那门 推不开 这回回来 可是大病一场 高烧一直不退 这么着 身子还没养好的时候 又听别人说 有人在秦皇岛看见大圣的 又带着三十多个鸡蛋 和那些寻而起逝 又到了秦皇岛 得回到秦皇岛车票啊 是84块钱 但他只买了一张短图票 车上一验票 就总是被从车厢里撵下来 再从另一个车厢上去 这么着 一路逃票 到了秦皇岛 去了之后 也没地儿睡 晚上呢 就睡在公园的凳子上 或者在草地上 白天呢 就到车站 各大旅游点去找去 这一天呢 终于模模糊糊的啊 看见一个大胖子 跟儿子呢 还挺像 为什么说模模糊糊的呢 一个呢 是张贵英岁数大的 一个呀 儿子出事之后也着急 这就得上了白内障 就瞅着那个大胖子 走得挺快 他呀 就跟在那人后边 一路小跑着 跑着跑着 哐汤就摔一跤 爬起来再跟着跑 再跑着 跑着 哐汤又摔一跤 再爬起来 接着跑 一路上 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大腿上青一块 紫一块的 直到看路上 没什么人了 这才赶上去 抓住那个人的衣服 那人回头一看 你看什么呀 你 你是不是大胜啊 什么大胜不大胜的 你想偷我东西啊 咋的呀 哦 对不起 我是找我儿子 认错人了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 我还能干别的吗 我能是那种人吗 神经病 那人呢 说了两句 就走了 那天呢 张桂英也没吃早饭 中午的时候呢 饿得不行了 就找一个小饭店 花三块钱 买了一碗面条 可是啊 饿得太厉害了 这碗面条不顶用了 想再买一碗 可以琢磨 我就这么点钱 可不能浪费 我得找大胜 就看旁边桌子上 有半碗别人剩下来的 就把那半碗剩面端过来 把这面就吃下去了 就这么着 天天也舍不得吃饭 有一回 也是饿得不行了 看有一个人呢 拿出来一个香瓜 咔嚓咬了一口 那瓜可能也没熟 不甜不好吃 咬了一口之后呢 就扔凳子后边了 张桂英一看 就到那凳子后边 捡起那个瓜 大口的就吃了起来 这个瓜 就成了张桂英那天 唯一的一顿美餐 可大伙别忘了 张桂英的病 一直就没好啊 难受的时候呢 就拿出两片药来吃了 稍微好点的时候呢 就赶紧拿出来 悬而起誓 到热闹的地方去贴去 有一天夜里啊 出去的时候 摇摇晃晃 就摔倒在马路边的 一个水沟里边 脸上腿上都摔出血来了 忍着疼往外爬呀 得亏勾不深 不过他又病又饿 一点力气也没有 迷迷糊糊就躺下去了 这时候他都在想 我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呀 不行 我不能死 我不能躺在这儿 我得出去贴寻而起誓 我要找我家的大圣 得亏有一个过路人 以为他是讨饭的 给了他一个面包 把他拉了上来 上来以后 也没顾上吃面包 拿着寻而起誓 又向电线杆走了过去 这回去秦皇岛啊 是受尽苦头 犯了肾病了 导致小便失境 回到家的时候 裤子几乎都湿透了 老伴孟庆宇 给他洗裤子的时候 是一边洗一边流眼泪 现在四十岁往上的朋友啊 应该都记得 一九九九年 烟台呢 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海难 是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号啊 烟台附近海域上啊 一艘滚装船遇难 船上一共有旅客和船员三百零二人 抢救生还二十二人 其余到二百八十人遇难 或者失踪 当然详细的呢 我们在这先不多说了 后面如果有机会 可以详细的给大伙来聊聊 这次事件啊 反正就烟台海难事件 发生之后 有一个德惠人呢 从烟台回来了 我听说呀 这回遇难者里边 有俩德惠人 有一个是个大胖子 现在张贵英 对大胖子这仨字 极其的敏感 一听 哎呦 会不会是我家大胜啊 第二天呢 就去了烟台 他也想着 如果儿子真遇难了 不管怎么说 总算有结果了 我再也不用惦念 不用找他 我也就死心了 到了烟台 东跑西颠 问这个问那个 总算问清楚了 那天确实有俩德惠人 订了那趟船的船票 可临上船之前 去取票的时候 这两张票 让人走后门 给买走了 所以呢 船上没有德惠人 既然如此的话 儿子没死 遇难的 没有儿子 我得接着找他 后来啊 他又听说 有人在江西九江 抗洪抢险的时候 看见孟凡胜了 他一想 是啊 大圣从小 助人为乐 喜欢做好事 遇上发大水了 大家受灾了 他要藏在那儿啊 肯定会去立功赎罪的 于是呢 就又背着 那个黑塑料包 去到了九江 这一次在九江 又会遇到 怎样的磨难 孟凡胜最终 量刑又是怎样的 他现在在哪呢 过得怎么样呢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孟凡胜的母亲 张贵英 后来听人说呀 在江西九江 抗洪抢险的时候 看见孟凡胜了 张贵英一琢磨 孟凡胜从小 助人为乐 喜欢做好事 遇到发大水了 大伙受灾了 他要是藏在那儿了 肯定会到 抢险前线 立功赎罪的 这么着 就又背上 那个黑塑料袋 去九江了 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啊 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地方 听车上 一个不久之前 去过九江的人说 说受灾的群众啊 已经疏散到 其他地方了 在那抗洪 抢险的 都是解放军 和武警战士 普通老百姓 根本不让靠近了 他一听 我儿子 也不是解放军 也不是武警 甚至还是逃犯 那肯定是不让他去啊 得了吧 我是找儿子的 去了也找不着 下车吧 就又回来了 还有一次呢 是回家一个多月之后 听人说 孟凡胜啊 在泰山出家了 你看 很多事就是这样 各种各样的谣言 也不知道是怎么起来的 对于张贵英来说 也不管是真是假 尽管之前失望了那么多次 但这次只要有希望 我还要去找 他呀 第二天 坐上火车就走了 到了泰山脚下 看不见底的泰山 我怎么爬呀 也没钱坐缆车呀 他后来一想 得了吧 我先别爬山了 我先在各个车站 和人多的地方找找 又把那巡儿启士贴出去了 万一能在山下找到儿子呢 不就不用上去了吗 一直到了第四天 还是没有信息 他这时候一想 这山呢 我还得上 可是刚爬了没几个台阶 就抬不动腿了 之前咱们也说了 张贵英身体不好啊 只能是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再登几个台阶 就这样 还没爬到一半呢 连恶带累 一点力气也没了 如果说 孟凡圣 真在山顶的庙里 爬也得爬上去 可如果不在那呢 那这自个上去 累出去半条命 那不是白挨吗 后来他就想打听一下 正好有一个和尚 从山顶下山 他就问 小师傅 我家大圣在你那吗 大圣 孟凡圣啊 不知道 那有没有东北口音的年轻人呢 哎呦 这还真没有 问完这个师傅 又见着两个下山的师傅 又问了问 回答是一样 没有这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 那就得了吧 肯定是不在这了 就又回到山下 这时候啊 累的都不行了 就瘫倒在了一个 卖纪念品的摊位旁边 迷迷糊糊的 就闭上眼睛了 过一会儿呢 他就听见有人喊他 老妹妹 看您脸色不对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 睁眼一看 哎呦 这一老大姐啊 比她岁数还大呢 张张嘴 说不出话来了都 那老太太呢 从包里拿个面包 拿瓶水 递给她了 吃吧 老妹妹 都出门人 没关系的 从1998年5月份开始 张贵英 先后到过东北三省 和北京 山东 河北 江西 陕西 江苏等地 花掉了家中 十几万的积蓄 体重掉了二十多斤 要说起来啊 在这过程之中 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让我们听起来 都是匪夷所思 那时他到黑龙江省 罗北县山里边 找儿子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他听说呀 在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私人开的煤矿 刨煤的工人 大多数都是有案在身的 因为那儿很荒凉啊 很偏僻啊 所以都去那儿躲着 谋个营生 他呢 就按照一个人的指点 坐着汽车就去了 下车之后啊 这一看 哎呦 除了山还是山 在山沟里边 是一点人烟也没有 他一老太太 他也害怕呀 可再一想 我儿子可能就在这儿 也就来了勇气了 沿着山道 就开始走 差不多走了五公里左右 从山里边呢 走过来一个人 张贵英虽然看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呢 毕竟是遇上人了呀 心里挺高兴 顺便呢 打听一下路 那个人 那个人离张贵英 还有不到五米远的时候 突然站住了 这时候张贵英才看到 那个人后边五六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人呢 张贵英还没开口问路 那人先说话了 站住 干什么的 到哪去啊 张贵英一听 哎呦 这是一年轻人 怎么说话气势汹汹的 这是不是遇上坏人了呀 一开始呢 有些害怕 可马上又冷静下来 哎呦 小伙子 说话别那么凶 少啰嗦 把钱拿出来 孩子 你看我这老太太 像有钱的样吗 你要真需要啊 我这儿还有一百多块钱 我都给你 我想你呢 也可能是到了 万不得已的地步了 要不你也不会 这么干的 是不是啊 你干什么的呀 到这儿干什么呀 孩子 我不瞒你说 我是个退休老师 家在吉林德会 要没什么大事 我一六七十岁老太太 我能一个人跑一千多里地来这儿吗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的 孩子 我跑大半个中国了 可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今天遇上你了 也算咱俩有缘分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儿子叫孟大胜 是个逃犯 前年三月一号逃跑的 我想找着他 找他干什么呀 我劝他自首啊 这对他也好 对社会也好 都有好处 孩子 我劝你啊 你可不能走这条路 我没有钱 为了儿子 我都六七十岁了 什么也不怕 就是你把我杀了 我也无怨无悔 因为是我在找儿子的时候 被人杀了 别人都不让我出来找 是我自己飞出来不可 你看 我为了儿子 一个人跑到这大山里来 为啥呀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孩子 你想想 你要是走错道了 你妈妈不是也跟我一样着急吗 你才多大呀 往后日子长着呢 干点啥还不能养活自己呀 我是个老师 我学生啊 都很尊重我 可我没教育好我自己的儿子 我很惭愧 你不也是有老师吗 你和老师能没有一点感情吗 看这样子 你像个老师 孩子 我可能比你妈岁数都大 我劝你一句 千万别走犯法的路 如果你实在有困难等钱用 你就把我钱拿去 钱就在我鞋里 我没有钱坐车 就是要饭回去 我也心甘情愿 如果你实在找不着什么活干 你要是能信得过我 你就跟我走 到我们得会去 我给你找活干 没地方住住我家里 我家就我跟老伴 他也是教书的 说完张桂英 就要蹲下解鞋带拿钱 这时候 那个抢劫的青年一看 赶紧到张桂英跟前 大娘 别去 你是个好人 说着 把张桂英扶了起来 这时候啊 那青年眼睛里 已经含着泪珠了 大娘 那你到哪儿去找你儿子去啊 听说这山里有个煤矿 里边有不少外地来的 我要到那儿去找找 大娘 你别去了 这地方我知道 那矿啊 早黄了 早没人了 你快回家吧 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 山里有野兽 坏人也不少 你快回去 我不撒谎 你走吧 我也走 孩子 我岁数大了 我记不住道啊 我往哪边走啊 你要上哪儿去啊 我 坐去长春的火车 哦 从这边走进 得了 大娘 你跟我走吧 我带你出去 说完 这个年轻人呢 朝站在远处的另一个人 一白手 就往前走去了 张贵英呢 跟在这男青年后边 走上另一条山道 差不多走了三四里路 遇上一个岔路口 那年轻人又停了下来 大娘 你顺这条路往前走 还有二里来地 就有一个汽车站 直通罗北的 没等张贵英说谢谢呢 那年轻人顺着原路 又回去了 可见很多人是生活所迫 一念之差 也可见 我们在生活之中 一句善言 一个善意的举动 也许就能帮助一个误入歧途的人 走上正路 还有一个细节 也很感动我 1998年5月 张贵英第一次外出找梦凡胜 回来之后呢 吃药治病的同时 就开始做了几双拖鞋 这也算是让自己啊 找点事干 来冲淡自己对儿子的挂念 老伴呢 不让他做 哎呀 你身体不好 别做了啊 别累着 张贵英呢 不听 后来老伴也生气了 哎呀 让我说说你 咱们家就够邪性的了 你还想不够咋的呀 你还做邪 张贵英一听 我呀 这是做拖鞋 让咱儿子脱掉邪性 脱离邪道 儿子不就回来了吗 就这么着 每回找儿子回来之后 就在家做拖鞋 他家呢 人缘也好 尤其出事之后啊 总是有人过来看他们 每回有人来 他都让人带走一双拖鞋 他做拖鞋的原材料呢 是他妹妹开店啊 剩下的边角料 他自己呢 就九毛钱买一副鞋底子就行 后来做的多了 那边角料也不够用的呀 他就到街里的那些店铺里边找去 有一个老板呢 知道他是张贵英老师 是孟凡胜的母亲 就专门把下角料 专门给他留着 由于他外出找儿子 把家里积蓄都花光了 老伴呢 就开启了书画培训班 增加一些收入 当地人一听 哟 孟凡胜的爸爸孟庆宇 要开书画班了 争着把孩子送过来 地方有限 只能留十几个孩子 书画班开班的时候啊 很多人来祝贺 还给上礼呢 孟老师啊 说什么也不要 可是大伙呢 执意要给 后来也不知道用什么答谢人家 哎 这倒好 得了吧 老伴不是做拖鞋吗 那就来的人呐 一人送一双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边 张贵英 一共做了 五百多双拖鞋 后来孟凡胜自首之后啊 张贵英还半开玩笑的说呢 说这拖鞋没白做 终于让儿子 脱离了邪道 孟凡胜回来之后 张贵英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还说 哪个母亲不盼着自己孩子回来呀 逃跑是没出路的 希望通过我们的势力 让更多的人醒悟过来 更多的孩子早日结束 流亡生涯呀 2002年11月份 孟凡胜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敲诈勒索罪 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 妨害公务罪 赌博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后来在监狱之中呢 因为表现非常好 获得了减刑 但是 2014年8月29号下午的时候 孟凡胜又伙同别人 以非法牟利为目的 在德会锦绣复院小区 23号楼11楼 组织排酒赌局 其中呢 抽取红利10万多元 第二天下午呢 又组织赌局 抽取红利5万多元 2014年8月30号下午3点左右 因为在赌局上啊 有人出老千作弊 孟凡胜呢 就又火同他人 把这个出老千的人的双手啊 就扎伤了 经过德会市公安局法医鉴定 此人的手部损伤 已经构成了轻微伤 所以在2015年3月2号的时候 吉林省德会市人民法院又做出刑事判决 认定被告人孟凡胜 犯寻衅滋事罪 赌博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在监狱之中 这一次依然是表现很好 认罪悔罪 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有监规 所以2016年9月26号提前出狱 这一次啊 已经是孟凡胜的三进攻了 我们原本认为 孟凡胜结束了几年的流亡生涯之后 能够好好的珍惜生活 却没有想到出狱之后 依然再次违法 希望已经付出应有代价的孟凡胜 在今后的生活之中 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一条汉子 不辜负那位 为他无怨无悔付出的老母亲 很多朋友说 孟凡胜的故事 好像在电视剧之中看过 是的 在当年 以孟凡胜故事为原型 拍下了两部电视剧 绝不放过你和老娘泪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啊 在网上找出电视剧来重温一下 孟凡胜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完了 更多的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995年7月13号 一个闷热的午后 四川省滋阳市西郊兹西村 一套普通的出租房屋里边 十个坦胸漏背 凶神恶煞一般的男子 正在认真地填写着一份一份 标有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住址 职务的简历 但是啊 这个不是什么单位的招聘会 而是一个叫黑豹集团的 黑社会的成立大会 这些简历上赫然的就写着 老大黄正华 男 30岁 高中文化 外号黄老五 家住滋阳市燕江镇 建南路319号 曾经在滋阳市保安公司 当过保安 在滋阳一中担任过保卫人员 在滋阳城区开办过豪门酒吧 在五黄镇开办过金梦卡拉OK厅 他呢 负责审查 接收组织人员 掌握资金 组织策划 调遣成员 疏通社会关系 老二 张重荣 男 31岁 大专文化 驻滋阳市燕江镇建南路319号 他是笔杆子 军事 监管后勤工作 负责记录和草拟各项规章制度 老三 张绍平 男 31岁 初中文化 中共党员 某部侦察兵退伍 外号张老七 驻滋阳市松涛镇 舒台村一社 曾经在滋阳火车站担任过保安员 负责执行违反组织纪律 及规章制度成员的处罚和分组行动的现场指挥 老四 于永林 男 21岁 外号于老妖 住在滋阳市松涛镇合同村三社 分组行动的负责人 老五 肖正国 男 23岁 外号平头 住滋阳市燕江镇 思西村八社 为组织的职业打手 老六 刘中学 男 21岁 外号 刘二娃 住滋阳市松涛镇 侯家平村三社 为组织的职业打手 同时负责制造狗蛋子 老七 张登宝 男 24岁 外号叫宝 住滋阳市松涛镇 降水村九社 为组织的职业打手 老八 肖昆斌 男 21岁 外号 肖老七 住滋阳市松涛镇 燕家村一社 为组织的职业杀手 老九 刘运 男 18岁 外号 小刘二娃 住滋阳市松涛镇 侯家平村三社 负责裁点 老十 陈明健 男 20岁 高中文化 外号 陈二娃 铁道部滋阳内燃机场 劳斯职工 阔胡 现在已经自动离职处理 他呢 是组织的职业杀手 在这些下边啊 还写有十条规章 第一 绝对服从老大老二的安排 要不择手段的搞钱 搞到钱之后 归功 由组织统一分配 二 不准离开组织 三 临阵脱逃者 自己斩一只手 四 背叛组织者 全家斩尽杀绝 五 违反规章者 由张重荣 负责监督执行处罚 六 不准私自出动 造成后果者 责任自负 七 不准跟家人 或者其他任何人讲 八 张登堡 刘运 负责裁点 九 出去的时候 不准打黑豹的名称 更不可以打 黄老五的旗号 十 行动当中 谁犯了事 抓进了耗子 由组织出报 同时 组织上给家属 每个月 一百元的补助 直至出狱 填完了简历 黄老五冲屋里 床上躺着的 一个妖艳女人 吼道 朱四妹 拿酒来 这大家伙 端着酒 嘴里念叨着 啊 黄天后土 日月作证 黄老五 张老七 于老妖 刘二娃子 哎 大家说完之后啊 把这白酒 一饮而尽 这一会儿 黑豹集团 就成立一个月了 在这一个月当中啊 这个公司的成员 成天只顾着吃喝玩乐 老大黄老五 见到这儿又生气 全他们是废物 草包 混蛋 老子凭啥贷款二十万 供你们吃肉喝酒啊 今天晚上 通通的出去给老子找钱 找不到 都别回来见我 这赵牙们 只能各自乖乖的 去屋里边 取了火药枪 东洋刀 砍刀 黄老五把弟兄们 送到了门口 告诉他们 记住 今天晚上行动的暗号 是666 有主了 就给我打传呼 说完呢 他把门砰的一关 进屋睡觉去了 出村之后 刘二娃 萧老七 陈二娃 向煤坝路走过去 于老妖 张老七和宝 向着建设路走过去 约末凌晨三点左右 躲在角落里的刘二娃 听见了一阵的脚步声 路灯之下 只看见一个中年汉子 背着胯包 急匆匆的往火车站赶 一看四下无人 萧老七 一下都冲上去 一刀砍在那人肩膀上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刘二娃 陈二娃 已经把东洋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中年汉子吓得 一下就瘫坐在地上了 刘二娃 两三下就抢个垮包 趁两位兄弟没注意 顺势还抓了一把票子 塞进了自己的裤兜里头 随后啊 嘟嘟嘟的传呼声 惊醒了黄老五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 666 有门 这天晚上 黑豹集团 共抢劫现金财物 17000多元 第二天 当着众兄弟的面 黄老五对刘二娃 萧老七 陈二娃 进行了物质和精神的奖励 1995年10月初 黄老五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兄弟 开大客车的陈军 策划抢劫长途客车 1995年10月3号 50多个去成都购货的乐池人 坐上了陈军驾驶的大客车 半夜一点左右 大客车行至乐志与安悦的三茶路口 突然又撒人拦车 陈军随即就停下 让他们上了车 凌晨三点左右 当大客车行驶到高四至施加路段的时候 上车的三个人呢 突然喊起来 吐钱 给老子吐钱 哎 半蒙半醒的乘客 这刚睁开眼睛 就看见一个匪徒 把刀架在了陈军的脖子上 另一个匪徒持刀站在乘客中间 第三个匪徒则从车尾开始 一个一个的搜身抢前 抢劫完成之后 三个劫匪汽车 钻入了后边的一辆面包车 决尘而去了 而这个时候陈军则假装愤怒的报案 一出驾驶员和劫匪演的双簧 就这么成功了 黄老五规定啊 黑豹组织成员凡是出门干事都必须具备一刀一枪一炮 他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案 这话他不假 于是啊 这伙人拿起了刀枪 四处的称霸逞凶 砍杀那些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 有一回 刘二娃 萧老七 陈二娃他们一伙 在川烟路火锅店里边吃火锅 看见对面桌的一位顾客 吃火锅的时候翘起二郎腿了 这刘二娃就说呀 老子看那面那龟儿子不顺眼 这翘起二郎腿羊巴拉鸡的 萧老七 你敢不敢砍那龟儿子几刀 萧老七就说 老子哪个不敢砍 啥子事做不出来 说着呀 就由刘二娃持刀守住店门口 萧老七冲上前去 不问青红扫白 把翘二郎腿的中年顾客 挤刀就给砍翻在地了 中年顾客呀 还捂着那血淋淋的手问呢 说你打我干嘛呀 我又没惹你 萧老七上去又是一刀 老子们看你不顺眼 1995年10月20号 个体户刘仁国 因为酒后打了卖淫女 范思思几个耳光 这范思思呢 找到了嫖客刘军 让他请几个黑道上的人 教训教训刘仁国 于是刘军就恳请黄老五 派几个黑豹过去帮帮忙 第二天晚上九足范报之后 刘军范思思引领着黑豹集团的 刘二娃 萧老七 陈二娃 扛着东洋刀 杀气腾腾的前去报仇 萧老七看到刘仁国呀 二话没说 一刀直接捅进了刘仁国的小肚子 刘仁国哎呦一声就弹软在地上 心血直往外边涌啊 陈二娃刘二娃冲上浅浅 一边用脚猛踢刘仁国的头 一边还若无其事的说 才捅了你一刀 鬼儿子你就装疯卖傻了 正当萧老七一伙 对倒在地上的刘仁国 再次举刀砍杀的时候 恰巧 滋阳市公安局正办事的卓顺贤 蒋淑芬 杜仙福 申国华等民警巡逻到这 萧老七刘军当场被抓获 陈二娃刘二娃 趁乱 溜之大吉 可是三天之后 刘仁国 还是死在了医院里 知道了自己的弟兄出了人命案 萧老七被抓 黄老五马上就把陈二娃刘二娃 送上去延庭的公共汽车 盯住他们说呀 风声过了 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除了抢劫杀人 敲诈勒索 也是黑豹集团惯用的罪恶伎 1995年的一天 陈二娃在南门市场 一家烟摊上 买了一包红莓烟 回到家里抽 抽的只剩半包 他就转回到这烟摊前 对摊主说 你这是假烟 这摊主一看 他不是好来的 赶紧就说呀 换一包就得了 陈二娃立刻就表示 除了换烟 你还得赔我损失费 说完喽 就转身去公用电话亭 打了个电话 这摊主看见了 忙不迭的 赶紧收摊要跑 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 刘二娃 萧老七 就坐着三轮车 端着火药枪 赶过来了 抓住摊主 一阵暴打 这摊主无奈啊 只好把当天 所有的营业款 连这个脚票 分票都给拿出来了 又去乡邻的店铺里 借钱凑够了数 这才将这伙歹徒 打发走 不久 黄老五又用同样的手法 从两个开眼睛店的湖南人那里 敲诈到了一千四百元 有一回 陈二娃 余老妖 刘二娃 三个人骑摩托车 从侯家平回滋养 一辆东风牌的汽车 跟他们擦肩而过 几个拟点子 见到了三个人身上 三个人上前 拦住东风车 拖出驾驶员 硬要对方赔偿五百块钱 这驾驶员全身都搜遍了 只有四百块 那怎么办呢 差一百 一阵暴打 当做敌仗 一九九五年九月 陈二娃 刘二娃 小刘二娃 哎呀 这都什么辈分呢 在飘柔理发店里边理发 为了争这么一个先后顺序 跟外号叫李鸭婆的 这么个小伙子搭起来了 刘二娃就大喊一声 让开 老子要扔炸弹了 说完呢 他就从衣兜里 掏出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东西 这就是自制的狗蛋子 他拿这狗蛋子朝李鸭婆 一下甩过去 轰的一声 把卷帘门都给炸了一个坑 幸亏这个李鸭婆跑得快 才幸免于难 在平日里 黄老五总是洋洋得意的说 啊 我搞女人 就像你们吃回锅肉那么容易 为这个 他专门在城郊租了房子 供他玩女人用 有一回 他霸占的小情人 跟自己的男朋友去了内疆 他就追到内疆 然后又追到滋养 打的那个小伙子 只喊他爷爷 有一回呢 这伙人在街上溜达 看见一对恋人 勾肩晚闭的 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张登宝就说了 齐哥 你敢不敢把那女人拉过来 鬼儿子才不敢呢 说着 萧老七就冲上去了 强行把那个姑娘拉过来 抱在怀里 吓得那姑娘大声的哭叫啊 他男朋友追过来了 萧老七 一扇一场 露出一把砍刀来 还喊 你咋着 找打 她是老子的婆娘 1995年10月30号 小刘二娃对他的兄弟伙说呀 老子耍了几年的女朋友 被罗明给抢走了 帮哥们出这口恶气呀 当天呢 这群黑豹就租了一辆面包车 在小刘二娃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的开到了侯家屏 在农贸市场 经小刘二娃的指认 黑豹们猛的就扑上去 对罗明一阵的猛砍 这罗明他慌忙的就逃命 黑豹们手持刀枪 从上街追到下街 最后追到医院还不放过 那有人出面劝呢 他们连劝姐的人 也一块给砍伤了 黑豹集团从成立到灭亡 共杀死一人 杀伤 枪伤六人 打伤七人 抢劫四起 敲诈六起 抢劫敲诈现金十万多元 盗窃三起 流氓滋事 打架斗殴十多起 这个团伙还有专门 制造土炸弹的人员和作坊 有专门存放凶器的屋子 拥有火药枪十多把 东洋刀砍刀等凶器八把 自制土炸弹 狗蛋子四十多枚 这黑豹集团 已经成为了滋养制的一个巨大的毒瘤 咱们回头再说杀死刘仁国而被关入监狱的肖老七 他呢 原来一直指望着大哥黄老五设法前来救自己出去 他相信黄老五本事大 社会关系广 有能耐 自从黑豹集团成立以来 处理日常事务的有军师后勤 跑腿效劳的有打手杀手 黄老五只是发号施令 出谋划策 掌管钱财 从来不亲自去前线参加战斗 因此 黄老五很具有隐蔽性 而且呢 他绝不允许兄弟们在外边打着黑豹的旗号 也绝不允许他们供出他们的大哥是黄老五 可是半年过去了 眼看自个就要被送上审判庭了 黄老五连个眼都看不见 没辙了 肖老七啊 就不得不甩出了他最后一张王牌 他委托某个在押犯替他代笔 紧急的呼请黄老五赶来营救他 否则呢 他就要把黑豹组织 黄老五和其他兄弟伙的罪行 全都给抖了出来 但是 肖老七万万没有料到 这封求救信 当天就落到了滋阳市公安局党委的手里 这时候啊 1996年夏季的严打刑事犯罪风暴 那已经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来了 滋阳市委和政府一把手 亲自对全市严打工作做了周密部署 滋阳市公安局开展了打击黑社会团伙势力的专项斗争 面对这封半通不通的信 从近40多年已经年尽花甲的中共滋阳市政法委书记 滋阳市公安局局长彭明森 一下就联想到了黑社会 他赶紧召开局党委会 要求扎扎扎实实的搞这条大鱼出来 散会之后 政委董子红 副局长莫祥 肖前元 亲自到看守所审讯肖昆斌 经过将近十个小时的攻击 到夜里十一点 这肖昆斌呢 终于扛不住了 供出了黑豹集团成员和部分犯罪事实 彭明森局长又一次召开了党委会 在会上 彭局长听取了初步的审讯结果之后 斩钉截铁的做出了决定 密补黄老五 并且强调 只能秘密进行 不要打草惊蛇 碰巧了 就在一切准备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的时候 6月25号上午11点半 黄老五他给刑警队打来了 一个电话 他呢 要了解另一件正在办理的案子 彭明森局长当机立断 咱们呢 将计就计 这黄老五 趾高气扬的走进了刑警队 正当他给等着他的刑警队员 递烟的时候 那 弯弯没想到 啦啦啦啦啦 他伸过去的手啊 套在了冰冷的手铐里 这黄老五还呵呵一笑 说哥们儿 你莫开国际玩笑啊 黑豹集团头目黄老五 哪个跟你开玩笑 站端着 刑警队员大吼一声 黑豹 黄老五 有如五雷轰顶 双腿一软 一下就瘫在了地上 在审讯室里边 面对彭明森列举的一桩一桩罪行 黄老五终于低下了头 六月二十六号 凌晨五点整 游市公安局政委董子红 亲自率领的特别行动队 悄悄的向城西村二社 职业打手张登堡的住处进发 队伍开进村子 参战民警迅速占领有力地形 以防案犯 狗急跳墙 这时候 抓捕组冲进了张登堡的屋子里边 发现没人 原来啊 狡猾的案犯预感到这几天 严打风声太紧 半夜的时候他就溜了 特别行动队正要离开 突然有村民喊 那边有人跑了 原来啊 正是职业杀手陈二娃 和后来入伙的爪牙李华林 他们一块来约张登堡外逃 没想到 无意当中闯进了警察部设的天罗帝王 陈二娃侥幸地逃脱了 李华林被当场抓获 经过图审 李华林把自己所知道的黑豹集团的罪行 一股脑地交代了出来 并且如实提供了自己制造狗蛋子的作坊和存放地点 7月3号中午12点 陈二娃在滋阳西门外的某饭店被抓获 当天夜里 审讯组通过对陈二娃的进一步审讯 掌握了平头和张老七的踪迹 于是特别行动队兵分两路 一路直赴巴领村抓捕张绍平 一路直赴思西村抓捕肖正国 当天夜里肖正国和张绍平落网 随着肖正国张绍平的落网 杀手刘二娃和他的弟弟小刘二娃 这俩二啊感到了恐惧 他们逃窜到了百里之外的 简阳市三星镇躲藏了起来 7月16号 简阳市三星镇派出所 接到辖区某治安积极分子的报告 说本村有一户人家住了两个不明不白的人 这俩人呢 咒服夜出 行踪十分的刻意 三星镇派出所随即派民警和治安员前往吉拿 果不其然 从屋里边揪出了两个棚头垢面 神色异常的小伙子 经过审讯 他们就供出来 一个叫刘中学 一个叫刘运 住滋阳市松涛镇侯家平村三社 派出所的查询电话直接打到了滋阳市公安局 那边就说了 这不打手背上了吗 刘中学 刘运正是特别行动队四处抓捕的杀手 刘二娃和小刘二娃 这就算全抓住了 再说黑豹集团的老二军师张重荣 在严打开始不久 他就觉得这次哥们儿凶多吉少啊 于是就借口为黑豹集团挣钱 逃到了邓珠办加油站去了 他选择那个地方啊 是有目的的 这地儿呢 退可以到雅安逃进大山深处 进可以到成都混入茫茫人海 你叫军师吗 想的真严密 这张重荣究竟在邓珠什么地方办加油站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就有人来报告了 说近几天有电话找张重荣的家属 不知道是不是张重荣打过来的 不错 这电话确实是张重荣打电话 在探听滋阳方面的风声 很快警方就查明了张重荣打电话的地址和时间 滋阳市公安局一边电告邓珠县公安机关 协助捉拿黑豹老二张重荣 一边派抓捕队员火速赶往邓珠 然而赶到邓珠之后 办案人员发现张重荣拨打的电话 是一部地处闹市区的公用电话 特别行动队先后去邓珠县纪经委 工商局 石油公司 还有消防队等等 一切可能反映张重荣加油站线索的地方去查找 毫无线索 特别行动队只好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了 以拨打过的那部公用电话为原心 在方圆几十公里的省道国道上的加油站里去寻找踪迹 第二天中午 当抓捕队员把从电脑上检索出来的张重荣的画像 拿给一位进城赶集的村民看的时候 那个村民非常肯定的点点头 看见过 而且刚才我还看见了 他这人就在顺路下边的加油站里头 抓捕队员精神一下子机灵起来 推弹上膛 勇猛的扑了过去 最后一头黑豹 终于在艰难的寻觅中被捕获了 1996 黑豹集团的覆灭 完 这个写的有点笼统 而且还缺个结尾 缺个审判结果 看下一集